這隊是我們最油的 魔王利姆路的配置 首先這個龍科都帶黑金的 要不然就帶這個 OK 要不然金盤刀這樣 然後我們還帶薩斯姆 這個有血量加成 不過要組全魔才有血量加成 然後再帶這個潘靜蓮他的隊伍技能 能夠讓魔族的攻擊力增加 那一樣是要以人妖魔為主的配置 最後是這個拿破仁隊伍技能 你組全魔的話 也可以讓魔族的攻擊力機質跟生命力機質增加 那只願是沒有隊伍技能啦 不過他每回合都可以開他的主動技能 也算是挺恐怖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麼恐怖的隊伍到底有多扯 那我們就組這隊配置 直接出發 一進關直接開一個龍科能力 智慧之王 喔 哇 這個 很棒耶 轉速時間好多啦 舒服多了 好 這樣 這隊結版是不是不太夠 沒有無視十字 沒有無視攻擊力 沒有連結箱等 沒有反手錶 沒有減傷剛性 沒有無數沒有回復電腦 呃 呃 你講的這些 反手錶還好吧 欸 他剛才沒有按住喔 對啊 但是你知道嗎 這遊戲 有固版就很夠啦 認真說 你有一堆解盾 然後結果 你那個 玩起來 難玩的要命 有一個例子 沒有傷害的 就是我們的 范蒂岡 縱死 你有再多解盾 你傷害沒起來 也是一坨死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寧願 他把這些所有解盾 突然傷害 然後他中間又有一個固版 那你剩下不是有四個位子嗎 老哥 帶一下解盾好不好 求你了 所以我覺得 這很合理啊 這沒什麼好說的啊 這個 反正這隊配置 才是 強 強隊友的配置啊 那你總不可能什麼都要吧 他又不是黑金 又不是什麼年度黑金 他只是一個合作啊大哥 有這個傷害 有自選固版 還奢求什麼 他已經給的太多了 認真說 我已經滿出來了 我真的沒什麼好險的欸 這個還要閒著 不知道該說什麼 還無事 數字盾欸 這個合作黑金的待遇欸 他確定欸 8888點讚 欸各位 我們今天1000個讚 我們會再多抽一張利母路喔 所以想看抽 這個 看我們抽複製人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直播點個讚 好吧 謝謝各位 等一下自帶光頭技能欸 你還說這不是黑金 他根本就是有意把它做成黑金 你知道嗎 我看出來了 神魔 你故意的把它做成 黑金的那種等級喔 把隊長角色珠 直接送他下去 這遊戲沒有抽一張就不用玩啦 因為這遊戲還有種族 種族入關限制 還要解成就 所以基本上這遊戲 正確的打開方法會是 你可能會需要 抽每一個種族要抽 比較強的隊長這樣子 那現在以魔族來講 說實話這已經 就是魔族最強的隊長了 不過到年底也不好說啦 因為年底還有 巴力要加強嘛 所以目前來講 魔族算是 很有希望 那我覺得那個巴力不會做多強 因為身為一張老屁股 老屁股卡片 就是你懂的 我感覺官方不會把他強度射太高 那是我的想法 那是我的想法 好這裡的話我們直接開個 拿破仁一技能 直接送他下去 欸不行欸 好這樣可以開他這個 料理人 我覺得這設計也是很雷 我必須抱怨一下 就是 這張的二技能 沒有新豬就不能開 憑什麼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開技能 不是為了 要把新豬怎麼樣欸 我們是要 觸發他的隊伍技能欸 因為這隊的隊伍技能是 你只要 那個 欸 隊伍技能在哪 就是每次這個 魔國系列發動技能 整隊就有亢奮啦 我們要是這個東西啊 誰管你贏不贏 不知道新豬 結果沒有新豬就不能開欸 吐了啦 好啦算了 我們這邊直接來打 我們這邊再開一些技能好的 應該是可以開暴風之王 對至少 多個牌豬 然後我們把那個狀態擠掉吧 再開薩斯姆 最後開一個 嗯破輪 破輪 好直接 拉個 隊長角色豬 欸 隊長角色豬可以拉 好 OK我們破輪嗨起來了 這沒辦法存一批喔 對啊 這是這張爛卡 呵呵 沒有啦 存一批喔 我是覺得是這隊好像真的蠻難存一批的欸 就是那個拉角色豬不 可能不守小 破輪的定版 對 他就是破輪 沒有啦他還幾技能也不錯啊 還行啊 沒那麼糟 只是 也沒那麼好 普普通通的一張卡 在這隊啊 在這隊來說 按珠然後點三下火 四下火 然後再點一個 其實可以點兩個按珠欸 你會轉的話 拉隊長角色豬 然後消兩個T就行 還好破輪不是女角真的欸 如果破輪是女角的話 我剛才講那個發言很危險欸 我直接被女拳欸 呵 好這邊直接手轉啊 我們不怕那個 灼熱地形嘛 那我們這邊直接尻一個 開紫苑 拉紫苑角色豬 其實這隊還是有些 硬要跳的話 真的 一堆缺點可以講啦 認真說 比如說不能解 什麼屬性攻擊盾啊 然後 不能解 累積天降屬性盾 屬性豬盾對吧 那獎金 一堆可以講的啊 只是 他有這個固板 我覺得 就大於一切了 他那固板真的很燒欸 呵呵呵 真的很屌 真的很屌 這旋固板還要 還要嫌什麼 我真的不懂 這真的很屌 利姆路可以這樣 故意不要手消就好 這樣 幫他加一P是比較快 這是值得抽嗎 不值得嗎 我覺得光是這個 魔王利姆路就值得了欸 我個人 出錢的想法 怎麼不帶滿佛華龍科 因為可以幾技能啊 沒必要啊 不如帶傷害高一點 你要帶滿佛華龍科 也 也 也不是不行 只是 沒必要 缺點大於優點了 真的要跳過頭還是有 對啊 沒有一百分的卡片 這遊戲沒有一百分的卡片 因為現在這個遊戲的設計 不像是很古老之前 很古老之前可能 還會出一個很崩壞的卡片啊 比如說什麼 新年黑金啊 像唐山藏這一種有沒有 現在不是那種環境 他們現在故意 都會故意 把卡片做一些缺點出來 讓他們好可以 盤錢 不是 讓他們 讓這個遊戲玩起來更加的有樂趣對吧 有樂趣 對 就是說 嗯 這樣子 就沒有無敵的卡片 這樣玩起來 樂趣多多 最喜歡玩什麼 他們現在設計邏輯是這樣 你知道嗎 沒有無敵的東西 好 拉個角色住 講真的啦 其實說 說 說一句實在的 就是 如果真的像之前那樣出 反而會倒欸 你知道嗎 一年才出一個 新年黑金 然後大家只抽 新年黑金 這公司不倒 誰倒 然後再來是 那個新年黑金 真的 你抽一張就玩一年 你會覺得有趣嗎 可能以前沒有什麼 手遊玩的時候 覺得 還不錯還不錯 可是現在 百家真名你知道嗎 就是 你遊戲 更新要快啊 那個 才會 讓大家覺得好有趣 對吧 那如果說你一張卡片玩一年 我不會覺得這樣反而是有趣的 你懂嗎 所以我感覺就是 現在時代演變就是這樣 沒辦法 90屬性盾呢 不是人家牛朋友已經夠大了 老哥 他可以帶 龍獸魔欸 暗屬性也可以帶 獸妖龍龍魔 全部講別的 妖精不是就有黑漸家老師嗎 不然你可以帶一些 主動技能嘛 沒讓你 沒不讓你帶啊 牛棚這麼大了 我跟你講這個 再沒辦法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沒有那些卡片而已 而且暗屬性還有那個啊 天貓座啊 解累積屬性突然是可以的啊 不要想著一個隊伍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解了 那那個 現在現在神魔是不可能有這種東西的 先醒醒 那只存在過去的神魔 現在就是要搭配一些隊員 基本上他能可以帶這些隊員已經很不錯欸 欸這是一張合作卡欸 他不是黑金欸 牛棚搞得比黑金還大這樣 光這點就已經挺不可思議的 你知道嗎 挺扯的 光珠不能消暗珠 全部點光好了 舒服 說不夠的根本只想綁合作 對啊 呵呵呵 而且你如果你 我不知道欸 你是把神魔想得多速死了 你只玩這一次嗎 就是如果說你是要一直玩的話 那你 那你 那你之後還是有可能會 可以補那個牛棚的啊 幹嘛那麼悲觀 如果你 真的只玩一次的話 那 就當我沒說 欸靠 一技能沒有 好算了 那我們這邊開二技能 爆發全開 掰掰 全部點按 給他死 來囉 人是騎起來 看一下這隊傷害有多少 龍科 看下去 爆發全開 傷害比別人低還硬限制 你在說 某範地缸嗎 呵呵呵呵 那個真的是 黑金我不懂為什麼要做 那個限制要那麼大欸 這個牛棚已經比黑金大得多啦 還嫌什麼 我真的不懂 呵呵 那是你的缺點 不是卡片的缺點 對啊 欸 講話很嗆欸 但是事實確實是這樣 如果你要 喔呦 如果你要玩一陣子的話 後面 他們說不定還會補一些 魔族牛棚還是什麼的啊 而且他的牛棚夠大啊 對 他只要隨便補一些類似的 解鈍功能卡 也都能玩 而且 合作又還沒結束 合作還有幾張卡沒出欸 說不定剩下那幾張沒出的 這個就是你要的結板能力啊 很難說 好 總之這隊玩起來 我真的覺得 大拇指的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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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